你跟哥哥说 你为什么他们走了就这么开心 为什么这么开心 只有我和妹妹单独相处的时候 她特别乖 不像之前 哥哥姐姐们都在的时候 只会哭 你是不是因为 只想跟哥哥玩 而是 你是不是社口 玩玩玩具吧 我能陪你玩玩具 别人的哥哥也可以给你玩玩具 不要 不要 哥哥不喜欢 这两天你是不是过得都不开心 因为可能是她第一次见这么多人嘛 也是集体生活不太适应 在这种空间里面 妹妹还是会比较害怕 所以你看小朋友都懂 你是不是 不太想跟其他小朋友玩 嗯 我怕生 你为什么呀 你跟哥哥说你为什么怕生 我为什么怕生 因为跟大家不熟悉 你等一等 我 我 我们吃饼干行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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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我人家找 中计了 小崽子 你太难狗了 小指 你 宝啊 你得社交啊 你说你在家这么活夫 这么开朗 你在外面你一直挖挖挖哭 你知道吗 如果一个人不跟别人交朋友的话 他的心智不会很成熟的 前面一句还听得懂 下面一句听不懂 听不懂 所以说你得交朋友啊 你到时候你四十岁 你五个岁 你个人家里跟爸爸妈妈看小猪佩琪啊 看小猪佩琪啊 看小猪佩琪啊 啊 现在只听我想听见的话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这几天在一起玩的都有谁啊 我有 我有哥哥姐姐 有安安姐姐 还有安姐姐 有斯米姐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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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对 还有张鱼姐姐 哈哈哈哈 还有鱼姐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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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你不觉得这几个姐姐 都对你挺好的吗 那你看今天早上 咱们去助农的时候 帮助左哥去抓鱼的时候 是不是 伊伊姐姐和 斯米姐姐 还有安安姐姐 都在帮着哄你 马上我上来就回家了 哥哥马上就上来了 是不是 那他们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你为什么还怕他们呢 嗯 嗯 来 你看看着我 啊好可爱 哥哥不能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哦 别让他害怕 嗯 有小眉头皱着了 所以你要去交朋友 嗯 好不好 嗯 等到哥哥不在了 哈哈哈哈 等到哥哥离你远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找朋友玩 嗯 你懂吗 懂 所以呀 等他们回来你要跟姐姐们一起玩啊 好不好 哎呀 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哎呀